来看到的是交通喜讯 连接北屯区大坑根新设地区的东山路线道129线 在中央引建署的拓宽工程 还有台中市政府的路平工程同步合作之下 终于是完成 不但是将这晚点的山路拓宽到了20公尺 也完成了大约有9公里的路平工程 而庆祝道路顺利管工 这一天是特别的举办通车祈福典礼 希望未来能够疏解车潮 也带动这新设跟大坑一带的公共商机 打造北屯区大坑和新设之间的重要联络道路 东山路线道129线 在中央引建署拓宽工程 以及路平工程同步合作下 花费四年时间终于完成 工程总经费8.6亿元 全线分成三阶段施工 配合拓宽工程 还协调国防部中心领营区 退缩部分围墙7到8公尺 102年那从内政部争取到当时是7亿元 那再加上地方配合款有4亿 来兴建这个129线 不过后来为了要生态起建 让我们所有很多的这个山城 他们本身沿路的风貌能够保持 所以有追加预算 最后完工启用中央 谢谢中央补助我们9亿元 来兴建这条路 那总的工程经纽是8.6亿 东山路线道129线 范围自翻载城段到新社区中心领段 约2.7公里 这一次工程不但将原本路宽 8到15公尺的蜿蜒山路 拓宽到20公尺 也完成约9公里的路坪 希望完工之后 能有效疏解每年的新社花海车潮 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 不管是农民农产品的运销 或者是我们许多景观地区 人民的出路 这些实际上的需求 当然要得到满足 所以经过这样子拓宽 我相信对大家以后实际上的运用 实际上不管是产业上 不管是生活上的运用 快速辩解 本身对于不管农民 或者观光 乃至于我们办新社花海 尤其是要迎接明年的花博 那三层的发展就多了一条 非常宽敞的道路 这个道路本身 这个加上我们的路坪计划 9公里 以及周边我们希望营造成生态景观 那是一个花园大道 庆祝道路完工 这天也举行通车典礼 而为考量当地居民通行安全 建设局也挹注600万元经费 拓宽东山路周边的明星巷 并一并调整路面高度 和增加边坡护栏等设施 预计将在9月动工106年底完成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